或是我的老師 都可以 因為他非常照顧我 麥彥琼博士來自香港 他一路走來陪著我 走了二十幾年 接著我要介紹的人太多了 我們還有來自馬來西亞的 還有來自泰國、新加坡 還有我們的兩岸一家親的 大家好 好 那我就不太多說 那今天站在這邊是我們的公民記者 他會前程錄製 來 我們起來說說什麼 他有一個名稱叫好奇寶寶 那我們後面還有一台機器 因為我在四年前 我製作了一個健康久久的節目 那我現在想要把這個欄目 再把它重新再啟動 那我跟那個楊主編 討論了一下 還有我們今天最大的工程 馬東秘書長在哪 馬東秘書長在哪 好 我們先等一下再介紹他 我想要把這個節目 重新啟動 那等一下呢 逐獎者的每一個獎 大概獎十分鐘 這十分鐘呢 我們會錄製在我的節目裡面 那還有一個 我們今天的功勳獎的得獎者 下午一點 麻煩你們要移架 一個一個移架 我們有李小姐會安排你們到 裡面有一個貴賓室 我們會幫你錄一個專訪 可以嗎 那但是呢 我會讓你們簽一張 你們的授權書 因為這個叫公播群 我們很重視這個部分 萬一我幫你播放在哪個部分 做宣傳的時候你來告我 那我就得不償失了 那我們希望呢 這些得獎者後續的一些先導 我們會陸續報導 好嗎 好 那我們今年呢 三十六歲 當然我們有一連串的一些 系列的一些講座 還有我們明天還有一個講座 但是我先講今天的 今天的論壇結束了以後 我們下午還有一個頒獎 對不對 我們台灣呢 長官非常重視我們自然療法 所以他們都 也聽到所有的貴賓都來了 所以他們就來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 認識認識 所以我們到時候頒獎 拍照的時候呢 我先講 我們會前面會有一排 那甚至於可能就不中肉 我們會請他坐在前面 從這邊照相機直接拍過來 好不好 所以到時候大家坐後面的人 盡量要看是要站起來還是怎麼樣 當然是前面五排 絕對不准站起來 因為一站起來後面就看不到 可以嗎 我們等一下 休息的時候可以來示範一下 因為全部都移駕到這邊也不方便 還有一個就是功勳獎的人 前面在11點我剛才講過 11點的時候要去那邊拿那個龍衣袋 功勳袋 功勳獎的人跟我們的貴賓 節目都坐在這邊 功勳獎的人就站在後面 好不好 跟我們全球當年的清善大使一起合拍 好 那就報告到這兒 那我們接著下一個節目請高記者 來 謝謝 非常謝謝會長的介紹